多謝大家 特別我想多謝Joseph Nidham Foundation 邀請給我這個機會 和你們分享一下我們科大這方面的研究 今天題目方面 有關於現在很熱門 關於抗疫的範疇 那個研究 這個自我介紹我就不講多了 1996年我回來從美國畢業了 就回來香港這邊 就入了科技大學做教授 第二年1997年我們遇到第一個疫情 就是我們叫做禽流感 你們應該是年輕的時候就開始沒有活家禁食 然後再過幾年 2003年就有SARS SARS之後就有株流感 2009年 2009年株流感之後就反反方覆 還有MERS 還有H7N9 到現在呢 我們就有COVID-19 所以我們觀察得到 這些大型疫情和疫情的方面 都是很定時 差不多四年五年都會爆發一次 另外呢 另外呢 更加少的人知道 就是我們醫院裡面 社區裡面都是很多這些抗疫性的細菌 這個已經達到一種我們叫做epidemic的scale 然後呢 這個不是單獨是香港的問題 這個是全世界的問題 所以呢 因為這些我們見到這些不同的問題 我們就覺得這範圍我們需要做多些研究 我們一直有跟不同的教授 不同的醫生們 不同的合作夥伴 一直有做一些新的科技 類似2010年我們做了一個叫做智能殺菌 淘層 然後我們也做了默充電腦 我們叫做pulse water 有一些可以殺病毒殺菌的隔層 隔層膜 OK 但是呢 我們就少少說回整個過程 最重點呢 我們今天想說的那些例子呢 都是很多這些研究 這些實地實驗 都是由中學生參與過 OK 所以我們想自分出這些例子 我們這方面的研究 就是2003年沙士的時候開始 那時候呢 我們就拿了第一行 那個重生科技的 funding OK 那時候呢 是在做一些 air purifier OK 空氣過濾機 OK 但是呢 因為沙士爆發的時候 那時候呢 他們要求我們呢 就開始做一些 Air Sanitizer Air Sterilizer 那種技術 是需要呢 是可以殺到空氣 裡面的那些細菌 和病毒 OK 這個是我們第一行那個研究 然後我們為什麼會進來做這個 智能殺狂套層這範圍的研究呢 因為呢 我們這個期間呢 我們有和一些公司合作 其中一間公司呢 他們是和北京市政府的關係 都很密切 都挺好 2004年的時候呢 中國想舉辦2008年俄運 那時候他們是很怕呢 沙士呢 會變成一種季直性的病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觀眾病毒呢 是和我們的cold virus呢 是一模一模 是其中一種cold virus 大家知道呢 cold virus是不能打仗的 不能vaccination 所以這個是特別 讓人驚訝 所以他們那時候 如果想舉辦這麼大型 那個體育運動的時候 會怎樣避免說 有人感染病了 OK 所以他們想做一個塗層呢 是可以 是半個小時之內 殺了七成以上的細菌和病毒 OK 最重點呢 這個塗層呢 一定是有無微無色 沒有接觸感 這樣噴上去 人們不會說 有一些sensitivity 覺得說 你噴了什麼 OK 這些是有一些特別的要求 大家都知道 04年之後呢 都沒有SARS 但是我們一直覺得 整個的概念都是很重要 OK 因為呢 這種pandemic的爆發 不是一次過 是會重複 OK 所以我們一路就研究 研究到我們 2018年的時候呢 做了第七個generation 但是七個generation 這個技術呢 就可以達到一分鐘來殺到 99%的細菌 還有99%的病毒 這個是一種智能塗層 為什麼呢 因為它是可以接觸性殺到那個菌 菌來到那個表面接觸到它 它就會碰到那個表面 就會被殺到 OK 第二呢 為什麼它是智能 因為它有一個釋放式殺菌 OK 還有殺病毒 它是怎樣呢 你磨到那個位置 因為台灣通常是比環境的溫度比較高些 你碰到那個位置 會特別快些 特別多些釋放 OK 那些殺菌 那麼那個地方 就可以自我清潔 自我消毒 一樣 你有吐了口水啊 屏幕啊 碰到那個表面 都會自動自己消毒 OK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特別性 另外呢 因為它有另外一個 是一個 我們叫做anti-adhesion property 所以它就避免那些細菌 是colonize OK 那個表面 沒有辦法在表面裡面 黏在表面上面 OK 這樣一路是 被那個表面 就是一路清潔 加上這個塗層是可以 一次過 這個是早點那個generation 就是可以 可以維持30天 可以保持99% 殺那些病毒 細菌 還有包子 OK 一分鐘內 我們就是在這個技術研究的時候 我們還有跟醫管局 HA和香港六間不同公共醫院裡面 做了很詳細的測試 所以遲些我就和你們分享加起來 和你們自分出來 哪一集呢 我們是有一些中學生 有參與過 另外呢 我們也是有和衛生防護中心 各方面合作 就帶了進去老人院裡面 OK 用 還有和靈實 都是有一些合作 所以我們很多 我們在實驗室裡面研究出來 我們都會做一個實地 一個實驗 OK 整個過程 不是單獨我們實驗室 知道它有效 我們都是要了解不同 我們不是單獨說我們覺得你們需要什麼 我們都是要描述你們想要什麼 OK Not only your need but also your want OK 這個是很重要 然後呢 我們下一個研發出來的技術 就將這個殺菌陶層 就放進去過濾 空氣過濾 OK 這個技術 這個呢 我們就和中南沙院士 他們合作 因為我們需要測試很多不同病毒 我們測試什麼病毒呢 其中一個是中東呼吸組合症 那個觀眾病毒 這個是和我們現在COVID-19的 這個觀眾病毒是同一類 OK 但是那個殺傷力更加厲害 因為你的殺傷力是差不多五成 50% 你中了豬 你是50%有可能會死亡 OK 所以呢 這個是特別惡的病毒 我們都是有試過不同的流感病毒 加上試過那個腸病毒 EB-71那些 所以這些是完全做了一個長期的測試 長遠的測試 然後呢 我們都是有落地實驗 去領實一個老人院的方面做 OK 做完的時候這個研究呢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要做了不是單獨實驗室 都是有需要做實地的方面 可以說呢 我們2020年武漢那方面爆發了那個觀眾病毒的時候 然後呢 起了那個虎仙山的醫院的時候 中南西院士就介紹這個技術 用在這個醫院裡面 那時候我們合作公司呢 他們就觀賞了大約10萬張 這個過濾那個filter 給那個醫院的方面用 OK 加上這個研究過程呢 我們都是有一班學生呢 就跟我們一起進去老人院的方面 抄空氣用本 種菌 OK 加上測試空氣的質素是怎樣 我們今天比較主力一點 我們會講講 我們最新的原法 我們叫做MAP-1 MAP-1是一種塗層 可以維持比較長 長久一點的那個時間在表面 OK 然後一直是保持著那個表面 是乾淨和消毒了 MAP-1是怎樣的 它是一種微包囊 OK 它是用一些polymer組合出來的 OK 它本身就是組合的風式 是令到它可以接觸性 殺到那些細菌和病毒 另外呢 它們都是可以避免在那個表面上面 細菌是可以侵入 我們開始做的那些研究呢 大多數都是看細菌 那時候我們合作夥伴醫院的方面 他們對細菌和抗弱性細菌比較重視 他們是想知道有什麼套層可以保護他們的病人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套層是對不同細菌和抗弱性細菌 那個performance都非常好 另外呢 他們對不同的包子 包子是很重要 因為很多那些病都是這些包子引起出來 所以他們都是可以殺到這些很難殺的包子 我們做完後呢 我們就過去中南西院市的封面 測試一些去引起病毒和細菌 類似感冒菌 這些是雙方的病毒 這個就是腸病毒 然後呢 然後呢 測試很多不同的細菌 它引起肺癢 引起呼吸性的精重 提到真正的殺細菌的效能是多好 大多數都是做了 病毒方面是30秒 30天 那些細菌的封面我們做了60秒 14天是underline做細菌 它怎樣殺呢 第一呢 因為這個套層有一個很特別性 它怎樣解除這些細菌和病毒 我現在就用這個流感性病毒為例 你會見到呢 這兩個呢 其中一個是H1N1 一個是H3N2 這個我們叫做Hong Kong Flu 這個呢 就是那個Srine Flu的方面 所以你會見到 第一個呢 就是說 很多病毒都是有一個壞層 類似一個shell 是很遠骨的 很難破解 這個呢 就是可以破解到它 這個很重要 這樣它可以破解這個Capsule的時候 什麼病毒它都可以殺得到 另外呢 它做很多 現在大家都聽到Omicron Omicron 為什麼大家這麼緊張呢 因為這個Espite Espite是我們可以 假設是類似一個鎖匙 這個是病毒的鎖匙 可以這樣可以進入細胞裡面 OK 這個呢 是 這些Capsule呢 我們都是用這個套層 它都是可以解除到它 它就是remove了它 破壞了它 這樣它就沒有辦法進入細胞了 另外呢 我們都是這個套層 都可以進入 DNA和RNA 破解 所以 它 exactly 怎樣殺它 是用不同的途徑 殺那個病毒 所以 它那個有效率 為什麼會這麼高 加上它為什麼會這麼短時間 就可以殺到這些病毒 和細菌 我們知道 這個這麼厲害的套層 我們都要知道 它是否安全 這些呢 我們有做一些實驗室的研究 其中一個 我們做一些細胞研究 其中一個 我們看回 如果呼吸進去 肺裡面會不會有影響 我們就用一些人類肺細胞 看回 類似 單獨是空氣 它那個細胞活性是怎樣 我們會看到 它對肺細胞是沒有什麼大的 harm 根本跟現在的呼吸空氣是一模一樣 第二呢 我們就看回 因為它沒有殺到細菌 不一定說會有無害 我們就看回 它會不會引起一些發炎 OK 這些是inflammation marker 會不會發炎 我們都能看到 它都是沒有這個問題 第二呢 我們就說 有時候有道層 細胞仔 摸一下摸一下 然後舔 那些細胞 會不會有些有害 會不會有些有害 我們都是有做一些肺細胞的測試 所以我們做這些研究 我們特別要很小心 OK 然後做完細胞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開始做一些老鼠仔的實驗 老鼠仔的實驗 我們就去種這些塗層物件 讓它們呼吸進去 然後我們就看回 它們的白血球的數量會不會變化 因為你如果吸到一些有毒性對身體有害的時候 你第一個line的defense就是你血裡面的白血球 所以白血球的種數變化都是用來測試 會不會有一些有害物 所以我們看到它是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它對呼吸性都是安全 接觸性我們都是做 這些就是塗層塗在老鼠皮膚上面 觀察一下有沒有變行種 不同的症狀 然後我們都是用針打進去 因為我們可以示範 如果不幸你刺了箱 然後摸到這些東西會不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很多方面很多角度都要看得很清楚 確保這些塗層都是非常安全 然後我們都是會做一些benchmarking 特別benchmarking來說 毒性方面我們以1比50票白水 1比99票白水 為什麼呢 因為醫院通常都會用這些 我們發現這個塗層是比他們安全得很多 第二我們就去自己做一些人類測試 因為有時候特別接觸性方面 那方面老鼠沒有辦法跟你說 哎呀好癢喔 那個感覺不好喔 所以我們去做一些blind test 我們叫做double blind test 就是大家不知道誰是有查到這個塗層 然後他們就給一個 experiential sensory feedback 給我們 然後我們如果做第三方 做一些測試 研究方面 然後做然後呢 第二個階段我們要知道 塗層那個durability有多好 第一個benchmark 我們塗層 我們就想看看這個塗層 如果塗在表面 是不是很容易pull off了 所以我們就去做一些tensile test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那個塗層 那個adhesive strength 是差不多跟你那些油漆一模一樣 OK 所以這個是非常好 然後第二呢 我們就說 有人說你如果碰碰一下密密一下 會不會沒有了 所以我們就做一些乾的布 來做抹 OK 抹不是單獨六十四次 128次去到500次 然後看它那個表面 還有沒有殺款的效能 然後濕布也是一樣 濕了水 濕了漂白水 滴露 金寶綠水 為什麼我們選擇這些呢 因為這些是通常 香港平常會用來抹的表面 那些不同的產品 OK 所以我們要做這些測試 測試完呢 我們對這個技術 知道它是安全 有效 可以長期在表面上面 我們就會開始outreach 本地也好 本地也好 跟不同的專家合作 看看可不可以做一些比較長期的 測試實地方面 類似我們去找醫管局 去找CHP的方面 找一些醫生一起做一些測試 所以這個第一個階段 我們就介紹 其中一個 我們有去了屯門醫院的方面 我們就看途層的安全性 跟醫院裡面 用不同的那些 equipment 那個compatibility是怎樣 他們不想說 等一會兒你噴噴一下 我這個電腦壞了 我那部儀器也用不到 所以他們需要做這個實驗 這個是剛好屯門醫院的時候 他們在做一個大裝修 所以有一層的病房方面是隔了 所以他們就拿了其中一間房 安安和他們平常運作的時候 給我們用 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就有一些中學生一起做 所以這個測試方面 他們就進來拿一些棒棒 把那些表面看看有沒有細菌 然後加了塗層的時候 他們就去拿一些無害細菌 放在那個表面 看看它的效果是怎樣 有一些其他中學生 我們那時候是和加密中學 是比較多一些密切合作 他們就過來拿一些空氣用本 看看空氣質素 有沒有變化 做很多實地的測試 我們測試完之後 他們就說OK 然後我們做下一步 下一步我們就去了瑪嘉莉醫院 瑪嘉莉醫院去那邊 完全是用在醫院裡面 有抗弱性細菌來做測試 這個我們就不可以帶中學生去 因為這個要用一些去引起病的細菌來做 這個一樣是用在其中 他們說是一個 teaching work裡面做 做了一段時間差不多六個月 過了這一關後 下一關 我剛才跟你說 那些中學生怎樣參加這個實驗 我們還有一班卡密學生 他們其中一個就是拿環境的用本 縱菌 看回那個菌數怎樣 環境方面乾不乾淨 家族塗層方面 它的表現是怎樣 另外一個研究他們做 因為那時候跟伊利莎白醫院說 咦 我們有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清潔大姐 她們擦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她們擦得乾不乾淨 所以那時候有跟那些中學生談 不如我們研究一下 有一些武害的螢光物料 加進去一些水 這樣他們醫院裡面可以做一些 隨便在一些表面上面噴一些 然後之後他們清潔之後 他們可以過來查一下 有沒有真正擦得那麼乾淨 所以有跟他們做這個合作 這個物料我們用回 一種用在汽水裡面 因為特別是南美那邊 有一些汽水特別加一種物料進去 是以防它們有這個Malaria Malaria是蚊引起那個病 但是它本身這個物料都會有螢光的 但是它是可以喝可以吃 加上它是非常之便宜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給伊利莎白醫院的方面使用 所以這是一個短期的science project 給一班中學生大家一起怎樣研究 想你知道這個requirement 你要怎樣做 所以這些是訓練學生說怎樣自己想 怎樣比較creative的看這個問題 OK 然後我們做完Princess Margaret的時候 我們就回來伊利莎白醫院那邊做 我們做的時候他們就進去ICU 為什麼進去ICU呢 因為在ICU我們就知道病人是天天抽血的 每天抽血他們去檢查那個血 這樣他們進去ICU做的時候 他們可以檢查得到 這個物料會不會引起一些敏感性的反應 其他東西 所以這方面我們做了四個星期 做了差不多400個用本 做了1200個analysis 出回來我們看到他們真正有幫助 減低環境上面的抗弱性細菌 加上我們發現病人的血裡面 是沒有敏感性 OK 所以這個OK做 所以他們下一步說可以開始入Word做了 其中一個Word他們做 就找到Caritas命愛方面做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剛好他們爆發了BRE BRE是一種抗弱性菌 是非常難醫的 加上大多數都是老人家 去種這種細菌 他們有做了一些Quarantine room和Word 完全是給這些病人 所以他們就給我們用 其中一半的Word 就會用1比50個漂白水 另外一個Word就是用我們塗層 我們發現到出來的效果 那個塗層比用1比50個漂白水好很多 加上沒有需要說阿姐 每一天四次一路抹 加上大家都知道 你抹漂白水的時候是很黏鼻 有時候病人都會說太過濃 太過什麼 所以這個是有其中一個好處 做完那個老人員 我們有機會合作進去老人院裏面做 這個老人員是比較大型 大約有300多個老人家 住在這個老人院裏面 重點是說很多地方 他們自己覺得比較髒 保持得不好 然後我們也發現 老人員裏面 那個空虐性的細菌比較高 這個project就比較長 這個project是差不多 我們開始的時候是暑假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都是 有一些不同的學校 那些學生 中學生都有參加 他們大多數是FORM幾天 他們是大約FORM4 就過來參加這個實驗 我們就會做一個很前面的訓練 教他們所有的安全 然後我們學校裏面 訓練完 他們要去CHP裏面做訓練 拿一個小小的卡 讓他們一起合作 一起做這個實驗 這個到所有的學生都覺得挺好玩 另外我們那時候 都是有一班大學生 很多這些大學生 都是University of Ottawa過來 很多都是西人 他們都是pre-med的 那些students 想進入E4 因為大家知道說 美國和加拿大 E4不是接入 你一定要拿出第一個Degree 然後就進入E4 那時候有三個學生想進入E4 最後他們做完這個project 回去 很榮幸 他們三個都入了E4 一個入了University of Toronto 所以他們很開心 有機會過來這邊做這些 很有意義的實驗 我們做完老人影的時候 伊莉莎白醫院和醫管局 就派了我們入大營 做那個Orthopedic ward裡面 Orthopedic ward通常是有open wound 有那些傷口比較嚴重一點 那些人士在裡面 我們是看了四個Ward 兩個男士 兩個女士的Ward裡面 這個是比較大型 我們做了大約18個月的測試 我們是很明顯地看到 第一個Stage 我們剛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比較髒一點的 然後我們開始做的時候 我們藍色那邊是特別好 然後最後 因為我們adapt了整個practice 他們的performance就好很多 這麼小下來 那些抗弱性的細菌那方面 然後我們在伊莉莎白醫院 我們就走去九龍醫院 我們做很多這些技術 我們要make sure 在每一個場面 每一個用途的方面 它都是安全和有效 其中一個我們九龍醫院座 就是他們覺得 病人與病人之間 通常是有一個臉 是有一個partition curtain 這個partition curtain 通常都會打開山 會被那些護士摸 是那些病人那些visitor 都會摸到 但是同一個時間 這個臉 通常病人有時候打癡 有什麼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髒 加上我們發現 那個抗弱性 那個我們叫做食欲菌 那個數量是特別高的 他們都是知道 醫院裏面知道 因為這個是其中一個 他們覺得是交叉感染的源頭 所以他們那時候叫我們 你那邊在做orthopedic work 不如做這個 我們就嘗試噴這個塗層在那個臉上 然後做一個長技 觀察七個月 做了大約二千個sample 這個是拿很多的 然後我們就看得到 很明顯 在三個星期內 一直保持那個管數 是特別低 OK 這些是我們工作人員做的測試 這個我們就看得到 對抗弱性菌有效到二十個星期左右 二十個星期不是說靈禍 二十個星期還可以殺到七成的菌 但是我們剩下的就是七成 我們就不要了 所以那個有效率是非常高 做完這些研究有時候是不夠的 實地入面 有時候我們需要更加深入了解 深入了解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做 我們叫做一些simulation modeling的方面 例如這個modeling 我們就看回 清潔空氣的時候 它怎樣隔離細菌 在那些塵末 然後怎樣消毒 這樣減輕到空氣上面的細菌和病毒 怎樣對空氣質素 空氣那些residents 本身的安全方面有幫助 這個研究 我們有參與過一個中學生 一起做這個computational modeling 這個computational modeling方面 它都做得挺好 因為做出來 我們有大學生和研究生 一起去double check那些數字 所以回來它是挺正確的 現在這個學生已經去了美國 Universal Illinois那方面讀大學 所以這些看起來是很複雜 中學生覺得這個太難了做不到 實際上不是 我們在大學方面 通常都是很容易地說 培訓一些中學生 特別是給他們一些機會 接觸到怎樣做研究 研究很重要就是 你知道問什麼問題 然後你可以在同一個時間 從不同角度看這個問題 來做不同的解決 你一定要做不同的解決 解決不一定是技術性 可能有一些是關於我們說的 行動 有一些是practice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策略來解決這種問題 然後我們整個過程 這個是完全是研究 實地研究 做到加上這麼多年 After that 我們就去找一些公司 有沒有興趣呢 做這個技術商業化 變成一種產品 他們如果要經過這個過程的時候 他們通常要做一些第三者的確認 做一些certification 所以那些產品 你就要傳出去做一些測試 每一個產品 通常要做100到150個不同的測試 看看你想做什麼產品 什麼地區 什麼階段 各方面都要做 這個產品 我們還有測試過非常容易 highly infectious的virus 麻產 mamba rubella 這些是大家都知道 是非常infectious phelaincalyse virus 是最難殺的那些病毒 最後我們都是測試過 這個sars-covid-2 都是現在引起covid-19的爆發 所以它的performance 都是非常好 可以達到三個九 十分鐘 因為這個是certification 固定下來的時間 我們不要選擇叫他們弄短一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 去年大學4月的時候 我們大學做了一個fresh release 關於這個技術 那時候差不多一個月之內 這個就是登了差不多全世界 在千多份不同的報章裡面 加上四十多個不同的演語 不同的language 所以那時候他們很多地方 都知道這個技術 那時候公司就開始生產 加上同一個時間 短短一年之間 它就做這個產品 已經進入了21個不同的國家 每一個國家進去 都是做一個independent的測試 認可說這個產品的有效性 每一個地方最少都要做十幾個測試 今年他們就打算 入回北美、澳洲和澳洲 這些是他們的目標 同一個時間 我們這個技術 都是引入到不同的夥伴裡面 融入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服務裡面 類似我們最近和Airbus方面 Airbus去年和我們簽了 和他們合作 今年他們已經做了二百多個不同的測試 他們可以在機槽裡面使用 然後下一步就是在飛機裡面做一個月的測試 這個就是整個不同的階段裡面 最近就是我們最近的東京奧運 香港那些體育運動員 都是用了這個產品 帶過去保護他們 在疫情中間要做這些比賽 然後這個是其中一個技術 是不是單獨一個solution 不是 所以我告訴你 通常一個問題是可以不同的解決方法 OK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如果想做一個研究員 你不是問你解決這個問題是怎樣 你只可以給一個答案 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 你最少要給三、四個不同的答案 不同的解決方法 我們用一個光波的方法來殺菌 大家都會說 這個跟紫維登有什麼不同 這個有不同 因為我們用那個電光度 是同現在市場面 還有所有不同實驗室報告出來 是百分之一的電量 第二 我們這個技術是非常安全 因為我們是用不同的光波 打擊細菌和病毒不同的組合 這樣破解它們 同一個時間 過程都是一樣 我們有一個idea怎樣做 然後我們在實驗室裏面做了它 然後我們去做一些product type 然後我們就開始去conceptualize 不同的設計 不同的用途 然後進入實地的實驗 這個是去寧實胡平 老人院各方面做 我們看到它的光波可以很快 達到99%殺細菌 類似實驗室 我們就要看它的有效性是怎樣 我們就可以明白它怎樣殺細菌 多快 那個方法是怎樣 同一個時間怎樣殺那些病毒 這些我們會做一個比較詳細的研究 然後安全線同一樣 這個是一隻老鼠來的 老鼠就是同一個時間去做都城 然後我們組裏面是有一些有讀博士 但是它本身已經是醫生 他們有medical degree 所以他們就幫我們看 有沒有不同那些皮膚的疾狀 有沒有紅腫 各方面 同一個時間我們都是去測試 它有沒有那些inflammation 發炎那方面 然後我們大家都知道 紫維光是很容易破壞基因 破壞基因是其中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紫維光一定要很安全地使用 我們看到它可以殺菌非常好 但是它會破壞DNA RNA是比較低 所以它會比較安全地 其中一個 OK 然後我們去年疫情中間 就跟李希神 Foundation有一個合作 就跟兩間香港中學的方面合作 他們是怎樣做 我們教這些學生整個這個technology是怎樣 然後同一個時間我們教他們 你怎樣assemble 怎樣組合這個technology 然後你怎樣打人 做3D打人做一些比較artistic的device 這個不是單獨消毒 你會見到它有一些robotics的方面 要從那邊爬來爬去怎樣做 這些整個過程都是中學生大家一起做 所以你會見到他們六手六腳做 這個是疫情中間是非常困難的做法 同一個時間李希神 Foundation 都是有觀賞給那些中學 一些3D打人機 一些基金讓他們可以在學校裏面做 他們做完後 這些samples 他們捐給老人院 孤兒院 孤兒院 給他們在那些地方裡面可以用 用來消毒 用來做 所以你覺得我們 去年開始就今年年中做完 捐贈了五十幾部這些機器 給不同的社群 另外一個最簡單 現在大家都是打針 對不對 都要打疫療 要做vaccination 其中一個就是 很多人很餓 我們這個研究都是很多年做的 這個研究是怎樣去出來呢 因為我們那時候大學生要做一些project 想來想去 我不知道做什麼project好 其中一個女學生就說 我很怕打針 有沒有什麼可以打針不同呢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說 我們做一些painless microneedle 所以這個microneedle比較特別 他們是用一種material 我們叫做zeolite 我們中文叫做佛石 它本身有納米洞 所以你用這些material做 是有很大的意義 但是整個過程 我們怎樣identify那個material 我們就等一會和你們講解 這些是打針做不同 加上會沒有什麼g waste 現在你想想 如果全世界人打兩次針 你差不多14 trillion 那些sharp waste 這個很大的問題 很容易用 你沒有需要一個護士幫你打 你自己可以self-administer 因為它是武害 加上它是很便宜 所以這個是可以解決到 很多vaccination 那些bottleneck的問題 OK 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剛剛我就帶回一班女學生 因為那時候我們想鼓勵多些女學生 做estamp 所以這方面我們recruit一班女學生 參加這個project 整個概念他們就會想 我們想製造一個micron needle 我們以什麼製造開始 如果我們只是看現在的針筒 然後縮了它 沒有什麼意義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不如在nature裡面看 你正在被蚊咬的時候 蚊吸血的時候 你都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只是走的時候 你就會走 所以看回來 可能是蚊的needle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用這個needle的形狀來做 這個造型後 我們就開始設計了 它那個center to center多大 我們要打那個針要需要多少液體 所以我們要打的時候要多快 所有那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運用那個佛蛇 佛蛇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是non-carcinogenic 本身很多關於安全的資料已經有了 為什麼 因為洗衣服原來是有用這個物料 所以你經常洗衣服 你衣服裡面是有的 所以它會有很多那些skin的data 是關於這個material 但是問題是這個material 是一種crystal來的 所以我們要怎樣 還去組合成一個needle 在一個技術性的方面 所以我們就有這些學生 他們一起設計怎樣做 Identify然後設計做 然後我們那個暑假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決定是用一個microfabrication method 就是做那些electronics 那些fabrication 所以那些學生都有幫助 OK 他們就進去那個clean room clean room 大家都要穿這些我們叫做bunny suit OK 所以他們大家穿了很開心 立刻拍一下好不好 拍很多照 OK 因為我們從來沒見過 然後他們就進了那個fabrication 裡面做這些fab 做這些微針筒 做微針筒 因為他們暑假畢業了 然後我們有一班大學生接著 他們接著 下一步他們就做一個可以持續用 那個syringe head 這樣也不會說 你打完針就扔掉 那個syringe也要扔掉 OK 這個就是除塑性可以用 然後他們就設計這個material 他們就可以打針 然後他們都是有做一些類似 insulin delivery system 那些東西用在老鼠裡面 所以他們那年就贏了一個president's cup 這個是最後一個例子 我為什麼特別想提這個例子 因為這個例子是很特別 因為那個時候 加密學校他們想參加一個 Lago competition在美國 他們那年主題是關於food technology and food safety 他們那時候他們就玩那個topic 是關於那個soft yogurt soft ice cream 暖的雪糕 你如果去McDonaldald買一杯雪糕 就是用那些機器做 他們研究過程 他們發現這些機器是很容易出事 因為通常會累積很多細菌 所以有時候就不同地方 都會爆發一些food poisoning 那方面 然後他們研究中間 他們也有找麥當勞討論 然後他們發現 他們撕出來的雪糕頭 每一晚他們要拆掉 要消毒 要做 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有很多零件都要做 要消毒 所以變成這個就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找我們做顧問 他們就說 有沒有一些技術可以做 他說他們現在都不可以用加熱 加熱你怎麼加熱 雪糕就變了奶 所以他說不可以加熱 不可以用化學物 因為大家都不想有一些 preservative 加進去 所以最後他就問我們 可以用一些不用化學物 不用化學物 可以殺到菌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一直想 一直想 所以就come up with 這個pulse water technology 這個就是做完 2013年 2013年 兩年後 就贏了一個President's Cup 2014年就贏了Google X 但是最初那個problem 是從中學生的方面過來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重點我想說 我們這個技術就是 第一 我們可以用兩個AA Battery就可以啟動這個technology 加上可以維持到一個月 很小 加上它可以殺到那些細菌 它是怎樣殺它 它是用一些 Electric field 用這個Electric field來做的時候 第一 Electric field加的時候 那個細菌表面 那個pulse就會打開了 打開了 你如果是吸水裡面 通常有一些氯氣 氯氣就比較容易進去 就更加快殺到那個菌 如果沒有氯氣 你就繼續電去 所以最後它就沒有辦法 就是合分這個孔 它就會死掉 OK 所以這個用途 我們也是有做了一個prototype 你會見到有兩個電池 我們那個生 因為我們那時候沒有打印機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些原油 市場原油的filter 就先用它 然後我們也是一樣 都在實地 走到Elyzaba醫院做 它有一個護士 那個宿舍裡面 有幾個地方 他們細菌數量比較高 我們就用在那邊 他們最緊張就是說 他們想 如果我們想用這個技術 只是殺菌 不要改變那個水質 所以他們就叫我們看 我們想你過了這方面 菌就死了 但是氯氣的濃度不可以變 所有不同的pH 降性 所有的東西不可以變 不可以加少一點的minerals 都不可以 所以這裏都頗困難 但是我們也是可以達到 另外我們也有想過 不是等到食水裡面是有用的 因為很多貧窮國家 都是沒有乾淨的水源 所以可不可以用在自來水方面 在整水方面 加這個技術下去 可以給一些比較乾淨的 安全一點的水給他們供應 所以我們香港很少有河水 有什麼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用回 我們科大裏面有一個founding feature 就是露天的 露天通常什麼細菌都有 所以我們在這方面過來 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以達到98%一次過殺到那些菌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實現室裡面的效果 醫院裡面 還有另外一個實地方面 通常我們就會以露氣為標準 我們就會看看 露氣需要多少時間 搞成9的那些菌 然後我們就標準我們的material 可以看到它的標準是等於 水裡面的露氣是0.3以上的bpm 0.3的bpm 如果水裡面有這麼多的露氣 你已經聞到的了 你一定會覺得這個水很貴 不想喝 因為露氣太濃 類似漂白水的濃度 OK 這個最後呢 他們都是贏了一個championship 那時候是 他們提了這個問題的時候 加上給了一個解決的方案 他們就贏了那個LEGO 那年的獎 我們就多幾年後 我們就贏了一個moonshot OK OK 我們就贏了一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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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